目睹妻子进入了一家星级酒店,我浑身的感觉越来越不好了,看样子,老婆真的已经给我戴了绿帽子了,前阵子,老周就跟我提过,说我的老婆江雪可能已经背着我,在外面偷人。 当时,她拿着一张四人合影照,两男两女的泳装照,看起来就像两对情侣一样,其中一位美女就是她老婆苏密。 另外两位帅哥,据她说是两个男模特,我当时还不相信,我记得当时喝多了之后的老周就苦笑着对我说,杨哥,我老婆出柜了,就是跟照片上面的这个男的搞到了一起,他还跟我说了很多。 他现在在收集证据,准备离婚之类的话,最后,他提醒我,让我注意一下我的老婆江雪,是不是也在外面偷人了。 但是我一直不相信,我跟江雪结婚两年以来,虽然暂时还没有小孩,但是我们还是很恩爱的。 而且我现在创业开的小公司,也开始有了起色,不仅换了一套200平的房子,而且还买了一辆麦巴赫,也给江雪买了一辆保时捷,平时比较忙。 加上下班之后,为了维护客户应酬也比较多,所以跟老婆江雪也是巨少离多。 今天,我特意提前下班回来,悄悄地跟在江雪的身后,看到他进入了一家酒店,我心里五味杂陈,平时都不怎么抽烟的我。 此刻,我狠狠地将手上的烟给掐灭了,然后就提着一袋提前从炸鸡店买好的汉堡炸鸡还有可乐,就朝着这家星级酒店走了进去,我的目的很明确,假装一名外卖员直接去捉肩,我装成外卖员进入酒店之后,虽然没有看见江雪的身影。 但是我还是看见了那个南模的身影,心说,江雪做事也够精明啊,担心这样和南模一起进入酒店,被监控拍下来,所以他选择自己先上去了。 不过我进来的时候,刚刚好就看见了那个南模的背影,此刻,他正在电梯口处等着电梯,我戴着一顶鸭舌帽,趁着电梯门打开的时候,匆匆地走了进去。 然后站在了电梯最里面,之后,我看到这个南模在八楼出去了之后,我直接上到了九楼,然后匆匆走人工楼梯,快速地下达了八楼,出来之后,我迅速地看向了酒店两边的走廊,就在我扭头看向左边的时候。 果真,我看到南模刚刚好进入了一间房间,我匆匆地看了一眼那间酒店的房号,看到南模进去了之后,我这才悄悄地跟了上去。 此刻,我就站在818房间的门口,刚刚,我就是亲眼看见那个南模走进了这个房间,但是开门的人,我并没有看清楚是不是江雪。 宝贝,几天不见,真的是想死你了,很明显,这个声音是这个南模发出来的,声音明显带着一些暧昧和挑逗,我也想你啊。 几天没有见到你,我心里也痒痒的,我家那个啊,简直就跟个太监一样,这个声音明显是个女人的声音,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江雪的声音,因为此时她说话的声音比较小。 于是乎,我又将耳朵轻轻地贴在了大门上偷听,刚开始,两人并没有什么动静,但是一会之后,我分明听见了江雪阿的大叫的声音,因为这个声音我很熟悉,而且我确定了。 里面的这个女人,肯定就是江雪,想到这里,此刻,我握紧了拳头,双眼通红,整个人无比震怒, 我甚至一度,想冲进去,杀了这个贱女人,和这个男模,以及我心头之恨,但是片刻冷静下来,我觉得这样做不值得,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,搭上自己的一辈子,也太不值得了。 而且,我现在的生意有了起色,有了金钱,以后想找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。 不过,当我听到里面男欢女爱的声音,我准备好了手机,假装送外卖的,直接用力地敲起了房门。 只可惜,里面的狗那女太疯狂了,我敲了半嗓,居然没有人回应,而且此刻,里面的人也没有声音了,外卖。 外卖,812客房的客人,你们的外卖到了。 我一边用力地敲着门,一边大声喊叫了起来,此刻,我真的想直接撞开门,冲进去,看看江雪和那个男模疯狂的场景。 但是此刻,里面依旧没有人回应,好像根本就没有人一样,洋洋。 就在这个时候,隔壁811的房间的大门,突然被打开了,一个熟悉的女人的声音在叫我。 我扭头一看,没有想到,竟然是我的老婆,江雪此刻,在喊我。 她看着我的时候,明显一阵惊讶。 而我看到她的时候,显然也有些惊讶,不明白,为何她突然出现在了隔壁的房间,你怎么在这里。 江雪看着我手里提着的东西,有些疑惑地看了看我。 我,我一个客户中午喝多了,我给她开了一间房让她休息,这会准备给她弄点吃的过来。 我心虚地立马编造了一段善意的谎言。 我当然不能这个时候,让江雪知道我在跟踪她,不过就在这个尴尬的时候,江雪那间酒店里面,再次走出来一个美女,手里蹲着一杯红酒,貌似有些喝醉的样子。 江雪再过来陪我两杯白,喝完之后,咱们就把合同给签了,怎么样? 嗯嗯,好,来了。 江雪说完了之后,就准备直接走进酒店,同时扭头,对我小声说道, 杨杨,我现在要陪一下客户,晚上可能要晚点回。 看到这个场景之后,我也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,看样子,我的确是想多了。 原来那个男模来到这个酒店并不是来见我的老婆江雪的,看到江雪进去了之后,我也担心一会那个男模出来,闹了尴尬。 因此,我赶紧就朝着楼梯那边快速地走了过去,随后,我便拐到了电梯里面。 不过此刻的心情,明显比之前轻松了不少。 江雪所在的811房间,里面的确出来了一个美女,而且江雪一身黑色小西装, 看得出来的确是过来谈业务的,从电梯里面出来之后,原本心情不错的话,再次因为前台客人的一句话,让我内心跌入了谷底。 美女,通融一下,麻烦你们安排一下811和812这两间套房呗。 站在前台男子旁边的一位女子,有些好奇地问道,两间挨在一起的,就可以了啦。 干嘛非要制定这两间呀?你懂啥? 这里811房和812房是连通的,玩起来更爽,听到这句话,我当即眼睛瞪得大大的,仿佛刚刚所有的谜团在一瞬间。 全部化解了,难怪我看到那个男模明明进了812房间,但是江雪却从811房间里面走了出来。 而且,为何我当时听见第一个女人说的话,不像是江雪的,为何第二个女人的声音,我就确定是江雪的。 原来812房间里面当时应该有两个女人啊,而且江雪说的那个女客户其实只是她的朋友,他们刚刚一起在812房间和那个男模一起玩耍,想到这里,我眼珠子瞪哒哒的,感觉整个人费都要气炸了。 心说,江雪,你他骂得完的比老子还溜啊。 果真,酒店前台婉拒了这名男子的要求,因为他说那两间套房已经有人入住了。 随后,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,再次提着炸鸡汉堡可乐,迅速地朝着酒店的812房和811房赶了过去。 等我赶到811的房间之后,我就开始拼命敲811房间的门,可是里面好像没人了。 喂,你是干什么的? 这房间的人出去了,就在我迅速敲811房间的门的时候,突然,酒店的一个保安朝着我走了过来,示意我赶紧离开。 我老婆在里面,我来给她送些吃的,我将手里的装着炸鸡汉堡的打包袋,提了起来示意了一下,随即继续撬着。 行了,别撬了,刚刚我看到他们离开了,再撬我可就要报警了。 这名保安小哥明显有些不耐烦地朝着我走了过来,做出了驱赶的手势。 那这个房间里面的人呢? 坚状,我又不甘心地询问了一下812房间的情况,都走了,好像都走了。 行了,你快走吧,再不走我就要报警了,刚刚都接到客人投诉了。 保安小哥不耐烦地走了过来之后,就要直接将我给赶走了。 我见到敲了半天,确实不见人出来,只好准备离开了,要不然人家报警了,我就麻烦了,进入电梯之后。 我不甘心,直接掏出手机,给江雪打了一个电话,打了一次电话无人接,我便拨打了第二次。 没想到这次江雪接得很快,老公,你回到家了吗? 我可能要晚点回来,你现在是不是离开了酒店啊? 我此时当然不能说我再次上去找过他,只得假装猜测式地问道,是啊,刚刚公司陈总打电话给我和客户,说是要请我们吃宵夜,另外,今天准备把这个单子给签了。 行了,我先不跟你说了,这车上我还有事情跟客户谈,江雪很快地说完了这几句话之后,便直接挂了电话。 此时,电话那头确实传来了汽车鸣笛的声音,原本我想继续打个电话问个清楚的,但是突然觉得没有必要。 毕竟,他们公司大部分员工都是女生,这个陈总也是个女人,挂了这通电话,我在想,难道我真的冤枉了江雪,还是江雪提前知道了我要捉奸,关键时候逃走了,从酒店出来,看着这灯红酒绿的街道。 我有些迷失了自己,总感觉心里堵得慌,之后,我情不自禁地走到了旁边的一家便利店,买了两罐啤酒,就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,心情也是极度地糟糕,想着我心爱的枕边人,居然跟男模在酒店鬼混,心里真的难受,或许现在离婚是最好的结局。 但是离婚之前,我必须要收集好江雪出轨的证据,我要让她一无所有,否则,难解我心头之恨,两罐啤酒下渡之后,心烦意乱之中,在街道的转角处,我突然看到了一家休闲会所,我犹豫了一下之后。 终于是决定走了进去,说实话,自从我和江雪结婚之后,别说进这种休闲会所,就是正规的足疗店,我都没有去过了,为的就是对得起江雪,为的就是尊重她。 但是想到这么多年的真诚,换来的却是她的背叛,我心里真的是难受极了,进去沐浴更衣完毕之后,我就被领班带进了一间豪华的包间。 领班给我介绍的时候,我直接说来个最贵的服务,领班十分开心地介绍说,店里面最近来了几个漂亮正点的妞,待会绝对包我满意。 随后毕恭毕敬地退了下去,过了两分钟,便有美女过来敲门,我闭目养神地躺在床上,应了一句,进来, 老板,您好,我是388号技师,很高兴为您服务,不过这个美女的话还没有说完,我恍惚之中感觉这个声音还挺熟悉的,当我睁开眼抬起头看了一眼,我当即呆住了,这个不就是老周周文涛的老婆苏蜜吗?苏蜜看见我的时候,顿时也愣了一下,随即双甲飞红,不可置信地看着我,杨哥,怎么是你? 原本,我一直对苏蜜的印象也是不错的,平时为人热情通情达理,经常阳哥阳哥地叫,加上她是好朋友老周的老婆,所以自然也关系不错, 但是自从老周跟我说了她老婆苏蜜,还有我老婆江雪,两个人一起找男模鬼混的事情,我就对这个苏蜜无比讨厌了起来, 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苏蜜什么时候来了,这种场所做起了技师,你认错人了,换一个,我看了一眼苏蜜,美好气地说着,此刻我的脑海之中, 竟然还想着,万一苏蜜去我老婆江雪那里告状,我还想着如何编造一套谎言蒙过去,杨哥,你能不能别要求换人? 你要是真的要求换人的话,我会被辞退的,因为,因为我现在真的需要钱,我老妈住院了,突然,苏蜜哽咽着说了一段话,眼眶红润,看起来十分伤感的样子,看到她突然这样,我也一下子懵了,毕竟她这个样子也不像是装出来的,杨哥,杨哥,你放心,我不会告诉嫂子你来过这里, 而且,只要你让我给你服务,待会,你想让我给你做什么服务,我就给你做什么服务,绝对,绝对让你满意。 说实话,苏蜜其实也挺漂亮的,身材可都比我老婆江雪还要好,一般男人看了,还真的会想如飞飞,听到她这么委屈地一说,我的心当即就软了,随口说了一句,行吧,救你了。 苏蜜听了之后,顿时露出了高兴的表情,还特意将眼角的泪水给擦拭了一下,随后,便将包厢的门给关上了,然后将屋内的灯光给调暗了一些,杨哥,你想做个什么服务? 苏蜜将屋内的灯光调暗了之后,还是很客气地询问道,你们这里有什么服务? 就给我来个最好的那个吧,虽然我心里痒痒的,但是我也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,毕竟,她可是我兄弟的老婆,杨哥,我懂了。 其实我知道你最近的心情不好,如果换作别人,我肯定不可能会这样的,但是是你,我决定我满足你一次。 苏蜜说完了之后,特意去把门的插销给插上了,随后转过身,直接脱掉了外衣,黑色的内衣,加上她那火爆的身材,当即就让我有呼吸,有些急促了起来。 紧接着,苏蜜直接走了过来,然后祈祷了我的身上,杨哥,来吧,我今天把我都给你。 说实话,原本兴趣和浓的我,但是此时此刻,我却怎么样也下不了手。 俗话说,朋友期不可期,毕竟,她可是我好兄弟周文涛的妻子,就算现在他们闹离婚,我也下不了手。 苏蜜,起来吧,别这样,你给我随便按按就行了,听到我这么一说,苏蜜顿时又差点哭了起来。 呜呜,杨哥,你是不是一会,会去投诉我啊? 你今天要是在投诉我,明天我就要被开除了,到时候,这两天就白做了。 看到他这样,我当即就懵了,有些不爽地说着,周文涛没有给你钱吗? 你做这个,周文涛知道了,不会生气吗? 杨哥,我不怕你笑话,其实老周早就不管我了,自从我老妈住院之后,她就不管我们了。 我也知道,我老妈这个病,想要治好,真的需要太多太多钱了。 苏蜜一边说着,一边开始擦着眼角的泪水。 随后,苏蜜又说道,杨哥,其实这里只是正规按摩,并不是你想的那样,我也是昨天才来的。 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帮客人做其他服务,所以才被投诉的,听到这些,我心里也有些凌乱了起来。 毕竟,这些事情,老周从来没有跟我说过。 他只是跟我说他老婆出轨的事情,听到这些,我忍不住问了起来。 前阵子,你和我老婆不是找了两个男模一起去玩吗? 还在泳池边,穿着泳衣合影。 苏蜜一听,脸都红了,连忙解释着说,杨哥,你可能误会了,那天学姐约我去游泳,但是那两个男模好像是学姐找来的,我们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,那江雪呢? 至于苏蜜有没有跟男模发生关系,我已经懒得关系了,我只是关心江雪到底是不是出轨了,学姐那边我也不太确定,那天我走后,学姐是和那个男模一起离开的,听到这里,此刻我的心里面更加难受了起来。 这么说来,看来只有江雪背叛了我,反而是苏蜜没有出轨,这让我的心里当即就炸了。 随后,我也没有心情继续待在会所了,临走时,我向苏蜜保证,不会将她的事情告诉老周的,临走时,我加了苏蜜的微信,之前我并没有加她微信,有时要么是我老婆联系她,要么是我联系她老公老周,出来后,我看了一下苏蜜的朋友圈,看到了一个月之前的动态,居然是一条筹款的水滴筹。 原来她的老妈患了乳腺癌,现在一直在放疗化疗,看起来情况还是相当严重的。 这样说来,看来苏蜜说的缺钱也是真的,而且,我点进去看了之后,发现她老妈也确实可怜,病得不轻。 健壮,我直接赚了一万块给苏蜜,并留言,这些钱就当给阿姨看病的,收下,别告诉老周和江雪。 很快,苏蜜便发来了一个万分感谢的小爱心,和三只玫瑰花,看样子她应该很感动,就这样迷迷糊糊糊到了家之后,我发现江雪居然还没有回来。 于是我,就这样,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面,迷迷糊糊地睡着了,大概凌晨的时候,江雪才从外面回来。 当她打开灯,看见我居然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面睡着了,当即也是吓了一跳。 脸上明显闪过了一阵慌张,老公,你怎么不进去睡? 都说了,今晚我会晚点回,江雪一边埋怨着,一边脱高跟鞋,很快穿上拖鞋,就朝着卫生间走了过去,我无意瞟了一眼,发现她穿着的黑色丝袜后面,居然破了一个大洞,因为是在她的后面, 所以江雪可能没有注意到,我有些生气地指着她说,怎么回事,开个会,连丝袜都弄破了。 听到我这么一说,江雪眼神明显慌张地赶紧扭头看了一下,随后她尴尬地说着,哎呀,可能是刚刚不小心扶尘总回家的时候,被什么东西给刮了一下,江雪尴尬地笑了一下,随后便快速地钻进了卫生间。 就开始给自己洗起了热水澡,江雪这个解释,让我更加怀疑了起来,因为这个黑丝袜的洞,不像是被什么给刮到的样子,相反更像是被人用手特意撕开的样子。 江雪洗完澡之后,就直接进了卧室,我想进去跟她亲人一下,顺便试探一下,但是江雪却一把把我推开了, 哎呀,你早都还没有洗,好大的汗味啊,快去洗洗吧,江雪说完,便将我直接用力地推开了,随后她盖上了被子,就到头大睡。 江雪,等我洗完澡之后,江雪似乎已经睡着了,我骑到她身上,想要跟她亲人,但是江雪却嚷嚷着,太晚了,太累了,好困了之类的话,直接敷衍了我。 就这样,我就在迷迷糊糊糊,以及胡思乱想之中睡着了,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,江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去上班了,我起来洗漱完毕。 眼神一下子就看见了昨天晚上,她扔在垃圾桶里面的那条黑色袜,我还特意将黑色捡起来,仔细看了一眼,发现我的猜测没错,绝对是被人给撕破的,不像是被刮到的样子。 让我更加震惊的是,垃圾桶里面居然还有她昨晚换下的内裤,竟然也直接扔进了垃圾桶,看到这个东西,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 看来江雪昨晚真的跟那个男模搞在一起了,回来竟然还知道把内裤扔了,想想我都觉得恶心,去到公司,我一个上午都没有心情工作,满脑子都是江雪跟那个男模疯狂的场面。 下午的时候,终于是忍不住给周文涛打了一个电话,约她出来聊聊,顺便问问她的打算和调查情况,周文涛来了之后,很平静地对我说,她老婆苏密出轨的证据,她收集得差不多了。 而且她告诉我,约我老婆的那个男模的一名叫皮特,期间有两次,我有意试探周文涛,问她知不知道她老婆苏密家里的一些情况,以及苏密现在在会所兼职的情况。 但是老周似乎根本不感兴趣,只想着尽快离婚,临走时。 周文涛还给我透露,我老婆他们公司明天好像要去狮子湾团建,而且我老婆江雪还特意约了那个男模皮特,好像他老婆也准备一起去听到这个消息。 我当即震怒了,没有想到江雪丸的真开放,这么快又约南模去狮子湾团,那你去吗? 老周,我当然去啊,而且我老婆已经跟我说了,让我一起去,其实啊,他们就是想半夜的时候,趁着我们睡着,或者喝多了之后,再约会,那样啊说,会更刺激脸。 老周说到这里的时候,也是气得不行,端起一杯咖啡,竟然像喝酒一样,一饮而尽了。 可是我想去,我老婆江雪并不一定让我去,到时候,我可能只能偷偷去,我叹了一口气,凭借我对江雪的了解,这种人多的活动。 他一般是不喜欢带上我去的,那晚点再说,万一不行,到时候,我假装给你个电话,约你一起。 老周显得很认真的说道,因为很信任老周,所以老周说什么就是什么,我当即点头答应了。 晚上回到家,我还特意炒了两个菜做了晚饭,本来我以为江雪不回来吃的,但是没有想到,她竟然也按时下班回来吃饭了。 吃饭的时候,我就一直想着,江雪到底会不会跟我说他们公司团建的事情,会不会真的背着我。 我再次约会那个南摩皮特,吃饭吃到一半,我突然狠狠打了一个喷嚏,似乎有些感冒的症状。 我这才想起来,下午和老周见面喝咖啡的时候,她还特意选了一个空调口下面,当时还吹着真的有些冷。 怎么了?是不是感冒了? 江雪装作很关心地说道,我没事,可能是下午吹空调凉了一下, 我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。 听到这话,江雪起来,立即给我倒来了一杯温开水,然后说道, 我们公司明天组织去狮子湾团建,可以带家属,你要不要一起去? 原本心情复杂的我,听到这话,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难受, 就像老周所说的,他邀请我一起去, 其实就是了为了和南模皮特玩得更加刺激一些罢了。 行啊,咱们俩也好久没有出去旅游了,明天我请个假陪你一起去。 其实,我去的目的就是想好好看看,看看江雪到底和那个南模皮特玩一些什么花样, 然后悄悄拍下他们出轨的证据,这样很好啊。 苏密说他老公周文涛好像也已经答应跟着一起去了, 到时候我们四个人一起玩耍,就不用跟公司的人一起了。 江雪说着这话的时候,脸上泛起了涟漪,不过我相信,肯定不是因为这些, 而是因为他到时候可以和南模皮特一起鬼混。 第二天下午,江雪和苏密是坐他们公司的大巴一起去的, 我是老周开车载着我一起去的。 我和老周到了狮子湾的时候,他们的大巴已经到了, 一眼看过去,估计有好五六十人,而且狮子湾上面人也不少。 随后领队的便给我们安排房间,因为江雪和苏密提前跟他们公司说好了, 所以给我们两家人,安排了两间安排在一起的房间, 我和江雪的房间在走廊的最里面, 老周和苏密的房间在我们的隔壁和苏密经历过昨天会所的事情。 说实话,此刻,让我面对苏密的时候,总感觉怪怪的,有些不自在。 而苏密看见我的时候,自然也是没有以前那么自然, 有些容易脸红,放下行李之后,就是自由活动, 随后就是晚宴,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自由活动的时候, 我竟然真的看到了那个南模皮特,居然也出现在了狮子湾, 而且和苏密有关系的那个南模似乎也在。 虽然他们一对人马有说有笑的,也有好几位漂亮的美女一起。 我看到之后,整个人就真的不淡定了, 看来老周说的一切都是真的, 江雪为了跟这个南模皮特来点更刺激的, 竟然还特意邀请,我跟他一起来这里团建, 晚宴吃的是自主餐,而我的心情却是冰冷的, 不过我却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样子, 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,跟江雪一起, 我们四个人坐在一桌。 自主餐的味道还可以,不算太差, 老周似乎看出了我的不爽的心思, 就陪我喝了两罐啤酒。 而我看到江雪和苏密有说有笑的一边聊着天, 一边喝着鸡尾酒的时候, 让我的心情更加难受了起来。 我在想着,江雪是不是会等我晚上睡着之后, 特意去找那个皮特约会, 是不是他们一起去鬼混,寻找更多的刺激。 因为之前,我在经过皮特他们那群朋友聊天的时候, 就得知他们今天晚上会在这里搞非常刺激的游戏。 想到这些,我联想到江雪和这些男人一起暧昧的场景, 我心里更加难受了起来。 洋洋,那边有白酒,要不咱们喝点白的? 老周看见我有些闷闷不乐地喝着酒, 竟然提议喝点白酒, 行吧。 见状,我没有异议, 很快,老周就弄来了一瓶五粮液, 我们两个就这样喝了起来, 看到我们喝白酒很开心, 江雪和苏蜜两个女人又弄来了一瓶红酒, 大概是喝多了之后, 开始有些晕了, 江雪和老周又给我倒了一杯红酒, 尤其是看到江雪和苏蜜故意在敬我酒, 让我的心里更加不爽了起来, 因为很明显, 他们就是想惯罪我, 然后晚上去找他们的男模苟且。 虽然我的心里面是清醒的, 但是连着喝了啤酒, 白酒加上红酒, 说实话, 我是真的有些顶不住了, 后来迷迷糊糊之中, 我发现我们四个人, 好像都喝得有点多了, 我的话也多了起来, 而江雪却以为我很开心, 和他一起出来团建, 洋洋, 你少喝点。 晚上十点有火山喷发的表演, 然后就是篝火晚会, 听到江雪这番假装关心的话, 此刻我忍不住笑了, 看来后面的篝火晚会, 才是他今晚最期待的节目吧, 因为那个时候, 他就可以有意无意地和南摩皮特接触了, 而现在我喝得差不多了, 到时候两个人就可以疯狂地偷情了, 虽然此时我确实看起来喝多了, 但是好在我提前偷偷喝下了醒酒药, 而苏蜜似乎也喝多了, 提前一个人说先回去休息一下, 之后就是自由活动, 也可以回房先休息一下, 因为江雪和老周看到我确实喝多了, 他们就一起扶着我回去休息, 我记得我的房间是最里面的一间, 但是不知道为何, 江雪和老周扶着我的时候, 却把我带进了老周和苏蜜的那间房, 三种酒一起下渡, 说实话, 真的很晕的, 如果不是因为我提前喝了醒酒茶, 此刻, 我估计早已经不省人事了, 进去后, 老周和江雪将我扶在床上之后, 便悄悄离开了, 随后, 我躺在床上胡乱滚了一下, 却发现床上有个人, 我当时以为是江雪, 但是我摸了他一下之后, 感觉不太像, 因为江雪的胸没有那么大, 迷迷糊糊之中, 我睁开眼看了一下, 发现竟然是苏蜜, 我当即吓了一跳, 准备从床上爬起来, 不料, 却被苏蜜用力地将我按在了床上, 他拼命地搂住了我的脖子, 我当时以为苏蜜是不是被吓得要了, 结果, 他将小手故意伸到了我的眼睛前面, 我看到他的小手上面写了几个小字, 有监控, 配合我, 看到这几个小字, 我当即酒醒了一半, 因为此刻我的脑海之中, 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疑惑了, 而苏蜜这么一说, 我自然是相信了他的话, 苏蜜见我相信了他的话, 他便开始抱着我疯狂地亲吻了起来, 他见我无动于衷, 有些着急的小声说道, 杨哥, 你不喜欢我吗? 他说着这话的时候, 示意我去摸他, 亲他, 就在我热血沸腾的时候, 苏蜜突然小声问道, 杨哥, 你是不是不舒服? 是不是要吐呀? 是不是啊? 我看到他疯狂眨眼之后, 当即明白了, 然后装作一副立马就要呕吐的样子, 哎呀, 杨哥, 忍着, 我扶你去洗手间, 瞬间, 我用手拼命捂住自己的嘴巴, 假装就要呕吐的样子, 然后在苏蜜的搀扶之下, 疯狂地朝着旁边的洗手间里面走了进去, 进去之后, 我便假装大声呕吐了起来, 而苏蜜却连忙将旁边的水龙头给打开了, 随后, 又故意用水冲了冲马桶, 苏蜜这才惊慌地将我拉到洗手间的角落里面对我说, 杨哥, 你现在一定要听我说, 其实想害死你的人是周文涛和江雪, 他们才是一对, 其实我和老周半年前都已经离婚了, 这一切都是他们的圈套, 很快, 老周和你老婆江雪就要来捉奸了, 到时候, 他们就会引你到狮子湾的假火山那里, 他们会趁机和你争吵的时候, 让你不小心摔进旁边的大海里, 你因为喝醉了酒, 肯定必死无疑, 但是我不想你死, 如果你想找到他们害你的证据, 你必须听我的, 就配合他们跳进大海, 我已经悄悄在那边海域, 请了两个蛙人, 到时候会救你走的。 苏蜜说得很紧张, 也很急促, 而且他说着, 很快老周就要进来了, 所以让我务必相信他, 没办法, 很快, 他就搀扶着我从洗手间里面走了出来, 出来之后, 苏蜜拿起了桌子上面的一杯水递给我, 让我喝下, 但是当我拿起来准备喝下的时候, 我突然隐隐想起来, 将雪淋走的时候, 好像给我冲了一包头包, 在这杯水里面, 不过我此时想不了那么多, 苏蜜嬉嬉着我赶紧喝下, 我只好喝了一大口, 随即, 他直接抱着我, 一边亲吻我, 一边脱他的衣服, 果真, 就在这个时候, 房门突然打开了, 果真是周伟涛急匆匆地走了进来, 杨阳, 你这个畜生, 我把你当兄弟, 你他妈的居然想睡我老婆, 老周健壮, 生气地抄起旁边的一个凳子, 就要朝我砸过来, 苏蜜健壮, 连忙上前一把紧紧地抱住了老周, 然后对我吼道, 杨哥, 你快跑, 快跑啊, 同时苏蜜不停地解释道, 周文涛, 这些都是误会啊, 是误会啊, 是啊, 误会啊, 此刻, 我也顺着苏蜜的意思, 赶紧冲了出去, 因为这一切, 说明苏蜜跟我说的都是真的, 我从周文涛房间里面出来之后, 江雪正好也朝着这边走了过来, 看见我慌慌张张的样子, 连忙问道, 杨阳, 怎么了? 干嘛慌慌张张的? 而这个时候, 周文涛却拿了一个半截玻璃皮, 从房间里面追了出来, 杨阳, 你站住, 我要杀了你, 杀了你, 江雪看到周文涛拿着半截玻璃瓶要杀我, 显然也慌了, 就连忙搀扶着我, 往房间外面跑了出去, 我回头的时候, 隐隐看见苏蜜紧紧紧地抱住了周文涛, 要不然, 我肯定会被他狠狠地揍一顿, 就这样, 我被江雪带着那个火山表演的小岛上, 旁边就是大海, 此刻, 旁边有很多游客, 江雪这才冷静地问道, 杨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? 为什么周文涛要杀你啊? 不过还没有等我开口, 周文涛再次拿着一个半截玻璃瓶冲了过来, 杨阳, 我要杀了你, 你他妈的居然想睡我老婆, 你这个畜生, 他的一番话顿时令众多游客全部惊讶地看向了我, 而我此刻脑子里面一片混乱了起来, 不知道是喝太多酒的缘故, 还是刚刚喝的那杯水, 总之这一刻, 我感觉我脑子要炸了, 好啊, 杨阳, 看不出来, 你居然是这样的人, 居然连你好兄弟的女人, 你都不放过, 你还是个男人吗? 他们这么一说, 瞬间, 很多游客都开始对我唾弃和攻击了起来, 一下子, 我就被逼到了假火山的边缘, 旁边就是大海, 而我此刻, 脑海之中不停地回想起苏密, 刚刚在洗手间, 跟我的说一番话, 说想要害死我的是周文涛和江雪, 想到他已经在大海里面安排了营救队员, 所以这一刻, 我决定跳下去来个将计就计, 否则, 我永远不能得知真相, 周文涛, 你别逼我, 我没有欺负苏密, 是你误会了, 真的, 你在逼我, 我就从这里跳下去, 证明我的清白, 我很无辜地说道, 只是此刻, 我看到我说出这番话的时候, 明显看到周文涛还有江雪的脸上, 瞬间闪过了一阵惊喜, 看到他们这副表情, 我相信了苏密的话, 怪不得江雪每次见周文涛, 眼神都不对劲, 你跳啊, 你要是跳下去, 我们就相信你是清白的, 嘿嘿, 此刻, 旁边那些看人脑部闲事大的人, 竟然开始鼓吹我跳入大海, 杨杨, 你说清楚, 你跟苏密到底有没有关系? 江雪此刻, 也在大声地质问我, 好, 你们都不相信我, 我跳下去。 说完这句话, 我就纵身一跃, 真的整个人直接从这里跳进了面前的大海之中, 当我跳下去的时候, 狮子弯的工作人员这才匆匆地赶了过来, 现场顿时一片慌乱了起来, 而这一刻, 我感觉我的脑袋真的疼得厉害, 因为之前喝了不少酒, 加上喝了头包的水, 一瞬间让我明白了, 他们这是想让我死啊, 只是, 为什么让我喝下头包的人是苏密, 是他不知道还是无意的? 就这样, 我跳进了大海之后, 原本我以为真的如苏密所说, 有救援队悄悄在下面准备救我, 可是当我沉到旁边的海底, 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, 一切都是骗人的, 我知道, 我上当了, 苏密说的话也不是对的, 看来是他们想联合害死我, 求生的本能让我清醒了不少, 加上我本来就是个游泳高手, 所以我很快, 憋住呼吸, 拼了命地往上面游, 海面上面不知道是谁扔了几个大的矿泉水瓶, 我捡起来之后压在身下顺着海水的方向直接被冲走了, 在我跳下大海没有多久, 我就看见了岸上很多的照明灯开始照射海面, 而且狮子湾的工作人员开始派人下来寻找我, 等我醒来之后, 发现我是躺在海边一个渔民的家里面, 不过这片海域离我们那个城市有几十公里, 而这已经是离我跳海三天三夜之后的事情了, 而他们也派人打捞了我三天三夜, 但是并没有找到我, 当然这些都是我通过新闻看到的消息, 而且我还得知, 江雪想让救援人员放弃对我的搜救, 说我可能早已经遇难, 而且尸体估计是被鲨鱼给吃了, 毕竟这些搜救, 江雪需要支付一大笔费用, 给到救援队伍, 不过, 幸好在我发现了江雪的出轨端倪之后, 我就悄悄地在家里面的客厅装了监控, 而这个监控, 江雪自然也是不知道, 正是因为这个监控, 让我真看清楚了江雪和周文涛的真实面貌, 原来真的是他们两个联合起来, 想要害死我的, 然后继承我的财产, 至于苏密,半年前就已经和周文涛离婚了, 周文涛答应苏密, 只要他帮他们搞定了我, 等到江雪继承了我的遗产, 会直接分他两百万好处费, 而苏密那天晚上之所以骗我, 说什么海里面安排了救援队, 其实就是他们三个商量好骗我的, 就是为了让他们的目的万无一失, 投包加酒, 他们就是想要了我的命, 这样就可以以一场意外要了我的小命, 但是实际上苏密并不想害死我, 其实都是周文涛故意让救援人员撤走的, 收集好了这些证据, 我又尝试了很久, 终于是找到了江雪苹果手机的ID密码, 原来那个密码竟然是我的生日, 想想都觉得讽刺登陆之后果真, 我从云端找到了江雪和周文涛的很多照片, 没有想到里面还有很多大尺度的视频, 当然也找到了几张和那个南摩皮特的照片, 让我惊讶的是, 那张照片其实就是周文涛故意拍好的, 准备好了这一切, 我偷偷回到了我们的这个城市, 找到了那个南摩皮特, 我给了南摩皮特十万块钱, 他把这一切告诉了我, 还有他们的聊天记录, 其实皮特跟江雪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, 那天在酒店桌间, 其实也是周文涛故意设计的, 实际上, 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生, 而此刻, 周文涛和江雪, 真的以为我可能已经死了, 江雪接手公司之后, 居然准备将公司给卖了, 将所有资产全部变卖, 然后跟周文涛远走高飞, 就在他们准备签约的那天, 我带着一些警察来到了我的公司, 所有人看到我的时候都极为震惊, 当然更加震惊的是江雪和周文涛, 杨杨, 你,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? 周文涛和江雪两个人看到我的时候, 显得非常的震惊, 就仿佛是见到了鬼一样, 我死了, 你们就可以正大光明地瓜分我的财产, 是吧? 放心, 你们的谋杀罪名很快就会成立了。 我说完了这句话之后, 此刻, 苏密也匆匆赶到了我的公司, 我愿意当证人。 苏密霸气地说道, 原来其实苏密是不想害死我的, 他只是缺钱, 为的就是救他老妈, 但是周文涛和江雪知道, 他并不想害死我, 所以故意骗他说, 在海里面安排了救援队, 其实当时确实安排好了, 但是后面周文涛让救援队提前撤离了, 所以苏密一直蒙在鼓里, 周文涛, 江雪, 您现在涉嫌一起谋杀罪, 请跟我们会分局接受调查。 这里是拘捕令, 拜祷, 一名长官此刻, 很是霸气地说道, 随即, 两个人都被直接戴上了明晃晃的手铐, 后来, 我听说, 周文涛和江雪两个人, 都因为杀人未遂, 分别被判了三年和两年, 而我因为这事, 直接起诉离婚, 加上江雪是完全过错方, 所以他净身出户, 后来, 我给了当时救我的那一对渔民夫妻一百万, 两位渔民当时感动得稀里哗啦的, 毕竟这辈子, 他们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, 至于苏密, 因为他答应帮我出庭指认, 所以我给了他三百万, 因为我知道, 他母亲确实需要用钱看病, 而且我心里也知道, 其实苏密是一个善良的女人, 给他钱的那一碗, 苏密笑着对我说, 杨哥, 你应该好久没有碰过女人了吧, 今天晚上, 我把我整个人全部都交给你, 听到这话我笑了, 因为之前我没敢做的事情, 现在敢了, 不得不说, 苏密真的是一个好女人。 那没人的兄弟们, 我不要欠如他们, 我自己不得不损失, 我自己不得不得误,